第十六章 斯文琪见女鬼不老实 手中的鞭子又冲女鬼几下 女鬼讥笑的对斯文琪说 小姑娘啊火气别那么大 小心没男人敢要 斯文琪恨一声 直说要你管啊 继续的抽打女鬼 斯中坤见女鬼不肯说 便拿着汽油往树干泼去 原本强硬的女鬼顿时而紧张起来 咬斯中坤住手 斯中坤笑了笑 果然他的猜测没有错 本来他以为女鬼是凶手 可他越想越不对 一个吃鬼念功的鬼 身上应该有法力啊 可女鬼却只有怨气 还有些许的妖气 他才领悟到 真正的凶手 是在树干里 叫女鬼实话实说 不然他就烧了这棵树 女鬼吱吱吱吱了起来 斯文琪等得不耐烦 打开打火机 欲点难时 女鬼惊恐的大叫主人 地面瞬间剧烈的摇晃起来 斯中坤等人纷纷地跌倒在地上 还搞不清楚什么回事时 前方的大树竟从中间裂开了好大一个缝 斯中坤被眼前的景象震惊 因为树里面居然有一朵彼岸花 花朵正散发一股浓厚的妖气 难道做怪是这朵花妖 才这样想 一股强烈的吸力 要将它们吸进树内 斯中坤等人抓住了坚固的物体 不让自己被吸走 可有几个男鬼 连那女鬼也被吸进去 斯中坤才看清楚 是那朵彼岸花在吸取魂魄 便要周天琪小心一点 周天琪趴在地上 努力而让自己不吸走 可她快要撑不住了 又在这个时候 一把银白色的藏剑直飞向笔岸花 笔岸花片下消失了不见 斯中坤等人才喘一口气 慢慢地站起来 李瑞颖才站好时 脖子上唐突地被掐住 身体也往上飞 她拼了命地挣扎 眼眸勉强地睁开 看见了是一张长得邪气的男子 她邪逆的笑容 令李瑞颖不寒而栗 斯中坤心急如焚 要男子放了李瑞颖 周天琪才要往上飞时 男子伸出了一根手指 然后往下 周天琪立即趴在地上 无法动弹 周天琪生气大喊 他老子是吃香不是吃土的 男子不理会 斯中坤等人的交集声 高尔对眼前的天际说 清玄 五百年前你是缩驼乌龟 五百年后你还是缩驼乌龟 你干脆改名叫乌龟好了 幕下 男子的前方出现了三个人 左边的是头树法官 穿黑色汉服的男子 中间的男子长发飘逸 穿着白色的汉服 肩膀披着狐皮 右边的男子一头白发 也穿着白色的汉服 但面容看起来 比其他两位男子年长许多 中间的男子对黑色汉服的男子说 清玄 没想到那该死的花妖竟然还活着 清玄不达 手握紧的拳头 双眼盯着李瑞银 右边的男子回答 以西史魂魄 来滋养自己的经缘 此妖非妖 是魔物才对 中间的男子又说 洪婿 这里发生命案 是不是和你有关 五百年前你就已经死了 你是怎么复活的 洪婿双目流露出恨意 要不是她的一缕残念 依附在这棵树上 以西史魂魄修炼 她哪有机会复活 中间的白衣男子讽刺 所以那个女鬼 是你的勾魂使者 你连自己的手下都吃 比腰还不如 也难怪 五百年前 是靠女人的灵力才幻化成人 五百年后 又吃女人的魂魄成型 还真是标准的吃软饭 洪婿愤怒的加深手上的力道 冷冷的说 自己五百年前 成心时一只年幼的狐狸精元 那味道真美味啊 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琥珀 中间的白衣男子一听 愤恨的握住手中的剑直奔向洪婿 洪婿一手甩开了李瑞银 李瑞银直直的往下掉 清旋快速的飞向李瑞银 并抱住李瑞银 缓缓的回到地面 施中坤等人快步的过来看李瑞银的状况 李瑞银晕厥的靠在清旋的胸膛上 脖子上有很深的勒痕 第十七章 白衣男子立刻出现在李瑞银旁 清旋恭敬的称呼 牧城神尊 牧城神尊伸出手 用自己的神力治疗李瑞银脖子上的伤 片刻后 李瑞银的脖子已无勒痕 可牧城神尊没有说回首 反而往上移动 停在李瑞银的印堂上 他一施法 李瑞银的眉心 出现了一片半透明 闪闪发亮的椭圆形片状物 只是片状物的中间 有一道很深的裂痕 牧城神尊浅笑 说原来裂了 接着又书法力在裂痕上 施仲坤等人不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还有他在做什么 大家的心中存有许多的疑问 但都不敢开口 眼下最重要的是 李瑞能安然无恙 这时 踢着胡比的男子 飞到了清旋旁 说红旭逃走 清旋说红旭的行径已暴露 以后有的是机会抓他 踢着胡比的男子才回 抬起头 见到施文旗 瞻目结舍的立在原地 脑海浮出了尘封已久的回忆 又是橘红色的光辉 李瑞颖朦里 又看到一对人影 他们似乎奔跑着 他听到女子愉悦的叫唤声 好像在叫 在叫 瑶朔 李瑞颖的心房又一阵脚痛 他疼痛的抓住胸口 耳边传来好多的声音 是谁的声音 是谁 又是剧烈的摇晃感 李瑞颖睁开双眼 看到施文旗 李平 周天启 和施仲坤守在旁边 李平拿着温热的毛巾 擦掉李瑞颖冒出的冷汗 关怀问李瑞颖 是做噩梦了吗 李瑞颖说 他又梦到那对冷汗了 李平不明白什么冷汗 施文旗议会过来 把他上次做的梦跟大家说 施仲坤紧张的问李瑞颖 以前也做过这样的梦吗 李瑞颖说 没有 上次是第一次 这次是第二次 而且他这次听到一个名字 施仲坤等人 异口同声的问什么名字 李瑞颖缓缓的吐出 姚硕二字 施仲坤等人揭幕不语 李瑞颖感觉 大家的反应好奇怪 问姚硕是谁 昨天启装傻说 不知道姚硕是谁 对施仲坤平平的识眼色 施仲坤接受了暗示 马上跟李瑞颖说 要介绍三个人给他认识 施文旗和李平 退到一旁 出现了清选他们三人 施仲坤恭敬的介绍白发男子 他是牧尘神尊 是昆祖的元老 李瑞礼貌的问好 打量一下白发男子 称得上元老 应该代表很多岁数 但他看起来 和施仲坤叔叔差不多的岁数 还有 神尊是什么意思 昆祖又是什么 接着换介绍匹虎匹的白衣男子 他是妖王之子雪阔 也是九尾虎祖 最怪成为天虎的人 李瑞颖疑疑惑天虎是什么 施仲坤说晚点会跟他解释 李瑞颖才嗷一声 施仲坤才讲完 雪魄咳嗽一下 施仲坤无奈的补充 施仲坤无奈的补充 也是施仲坤前世的哥哥 这话让李瑞颖惊讶的睁大眼看着施仲 施仲坤 施仲坤无助脸 说他现在不想谈狐狸 雪魄激动的纠正施仲 施仲坤是九尾虎 不是虎里 他们可是血统高贵的九尾虎族 说完下巴还微微的往上翘 施仲坤翻白眼的不理会 施仲坤也不管雪魄 介绍最后一位黑衣男子 他是冥王大人 清玄 掌管整个冥界 李瑞颖刹那眼睛真的更大 天啊 当初说不会见到冥王大人 结果现在却见到 话果然不能说得太死了 他有些不自在的看清玄 清玄的眼睛始终停留在李瑞颖的身上 施仲坤说他们三腾都是神奇 为了消灭红旭 会暂时留在阳间 并在这里住下 冥王大人跟天狐大人 会画作凡人的样子 在阳间找寻红旭 李瑞颖的脑袋又混乱了起来 指红旭又是谁 怎么他一醒来 梦出了那么多人和名字 施仲坤请问李瑞颖忘记昨晚发生的事吗 李瑞颖想了想 他记得被一个很恐怖的人掐住了脖子 然后就不记得了 施仲坤说那是彼岸花妖 他本来在500年前就死掉了 谁知道一丝的怨念附在树上 利用女鬼去勾怨念生的人去自杀 他在趁机的吸取魂魄跟煞气 修炼自己成形 李瑞颖觉得自己要爆炸了 问那个是花妖 他为什么要吃魂魄 还有什么修炼成形 他不是都吃女的 怎么会吃唐科的魂魄 清玄抢先回答 因为花妖是带着怨念死去 只有怨念生的魂魄才能滋养他 成形是代表他有一个躯壳 有了躯壳才能找他报仇 至于吃 施仲坤补充 吃李堂的魂魄可能是巧合吧 一生的邪气身边还跟着恶鬼 花妖急着成形 才会对他下手吧 李瑞颖听完 胆战心惊的得到一个结论 花妖吃魂魄 是为了修炼 好让自己有个身体 去找冥王大人报仇 那是什么样的仇 让花妖甘愿害死那么多人的命 清玄的脸色暗了下来 其他人也不敢接话 学博轻轻的喉咙 说昨日得罪了花妖 怕花妖会来报复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修炼法术 他就负责教妹妹 清玄教李瑞颖 施文奇显得不太愿意 说他想要木成神尊教他 木成神尊一听 立即溜进施仲坤 帮他准备的鱼缸礼 雪魄得意洋洋底笑 指木成神尊 不管闲事 这次被他们拉来阳间 已经是特立了 所以还是别想叫他指点法术 任命点 跟哥哥学吧 施文奇恨一声 指自己不想跟狐狸学 免得一声的骚味 雪魄又鼓动 说自己是血统高贵的九尾狐祖 不是普通的狐狸 而且他身上哪有什么骚味 并靠近施文奇叫施文奇闻 施文奇反感的推开雪魄 表情夸张的说好大一股骚味 雪魄想上前理论 却被清玄拉住 清玄一直看着李瑞颖 才发现李瑞颖的脸垂了下来 李瑞颖说奶奶的伤势办完 他就要和爸爸回去了 之后不知道能不能和大家 在一起练法术了 李平过来握住李瑞颖的手 说他前天跟李涛谈过 要把李瑞颖过季给他当女人 李涛答应了 叫他跟他们一起回去 办理手续 李瑞颖惊讶不已 手指向自己 是要当姑姑的女儿吗 李平点头 他本来怕李瑞颖不太愿意 李瑞颖开心的抱住李平 说自己非常愿意 也很想留在这里 和姑姑姑丈 和大家在一起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李瑞颖能感受到 李平及周天琪对她的关爱 那是她从未拥有 也渴望的 周天琪感动得痛哭流涕 说她早就知道 李瑞颖会答应的 感谢上天的厚爱 让她能拥有一个乖巧的女儿 施文奇和施仲坤也替他们高兴 从此以后 他们这些受伤的人 能再度的被爱包围住 由李瑞颖握